嗨大家我是吳太太 我是吳爸 今天我們請到了一位特別來賓 他很難得的可以加入這個吳太生活主婦的頻道 那我們話不多說 我們就熱烈的掌聲來歡迎 嘿美君 嘿美今年你幾歲了 你幾歲啦 我要換個帥下 六歲啦 六年的話我不知道是幾歲 反正是他六年 他是一隻迷你約客廈 叫他非常非常可愛的嘿美 他名字很好玩 他是我們的大女兒 他是女生 長得跟我有像嗎 他為什麼要叫嘿美呢 我也不知道 只是一個我自己想到可愛的名字 今天我們請特別來賓 嘿美來要幹什麼呢 大家應該眼睛夠肩的朋友應該已經發現 眼前這邊有三罐東西 還有一個粉紅色的工具 這個是我們今天要開箱 要為大家試用的一個商品 他的名稱叫做兜你的毛 那是來自於這個博東客企業有限公司 的這個商品 兜你的毛簡單來說 他是寵物專用的這個洗髮精 也就是洗毛精啦 那眼前這邊呢 有三個不同的顏色 不同的口味 我們買了三瓶 薰衣草 櫻花 跟橘子 這一瓶的容量 其實拿起來蠻有承重感的 這一瓶是500ml 半公升 相信這一瓶 可以洗很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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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他的包裝也很可愛 他有一隻狗狗一隻貓貓在這邊洗澡 這好像貓咪也可以用 就是貓狗都可以用 超可愛的 那他有什麼特色呢 我們洗完之後再跟大家說 那在洗之前 先讓大家近距離的看一下 我們今天 360度給你們看一下 我們家的大女兒 主角 他已經四天沒洗澡了 你看整個頭 好油喔 好可怕 這些油來自於哪裡呢 來自於平常天氣熱 流的汗 皮膚上油脂 或者是吃東西 嘴角 眼睛流眼淚 那邊所沾到的這個眼屎 油脂 還有最近天氣不穩定啊 一下下雨 一下又大太陽 又潮濕什麼 好不多說 待會兒洗給大家看 看看這個好不好用 現在是洗澡前的樣子 首先先幫黑門剪指甲 也要浮泡 油耳 好 可以 用水 太棒了 就在外面 你在水裡 你不怕 你不怕 海蔽 水 這麼浮泡也要游泡喔 带上这个SPA手套 调整大小 调到自己符合自己的手掌的大小 接着拿出今天的重头戏 逗你的毛 柑橘洗毛巾 再来就用这个粉红SPA手套 帮狗狗做个按摩 接着洗第二次 那第二次清洁的话就会做得比较深层一点 搭配一点手部的关节按摩 使狗狗身心放松 把狗狗签结完毕 就可以帮他做一个泡泡浴 按压两下兜你的毛 洗毛巾 接着用脸膨头 往水里面冲 就会形成了好多泡泡啊 就可以来做泡泡浴了 这时候就可以开始玩一些泡泡造型 放在狗狗头上 是不是很可爱呀 是不是很可爱呀 它也没舒服到我快睡着了 真的要睡着了 泡澡完毕 我们再用清水 将狗狗身上的泡泡洗干净 最后一个步骤就是刷牙啦 我都是用这种细胶的纸套 在帮狗狗刷牙的 调进来 后面抖一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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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點像橙花 不知道有沒有人用過橙花的香水 類似那種感覺 那你覺得它聞起來味道 應該不會有像外面那種假假的味道 有的外面的那種髮型都會有那種很假的香精味 我喜歡薰衣草的味道 它這個Doni的毛這個洗髮精有三個口味 那你們最左邊的這個紫色的是薰衣草 中間是黑門剛剛洗的橘子 最旁邊這個粉紅色的是櫻花 一年四季都可以用 夏天有橘子跟薰衣草 春天有櫻花可以洗 那櫻花跟薰衣草我之前有幫黑門洗過 我在洗的當下我覺得連我聞起來都還蠻香的 我還是比較prefer這個薰衣草跟櫻花香味的 那它洗起來的感覺其實 我覺得我只擠了一點點 我在手上搓完沾水搓完之後 它洗的泡泡比我之前用其他牌子的 這個狗狗的沐浴乳搓起來還來得多 那那個泡泡插在它身上之後 其實我覺得它的洗淨能力很強 那它的廣告上面其實有寫 它這個泡泡的分子結構比較細 那分子結構比較細 其實可以把在毛孔 在肌膚上的一些細小的髒東西 一般不容易洗到的 利用細分子的這個技術 它可以更容易把它洗出來 這是我覺得它一台不錯的店 它們還有附一個這種 有一種顆粒 粒子 你可以拿近一點 你看它就是這樣子 那我剛剛影片的話也有示範 就是直接這樣套進去 套在手上 套進去之後耶 它這裡還可以調大小 比如說你手太小太大的時候可以調整 我老公等一下待會給其他戴看看 就是它有這個一顆一顆的 一顆一顆的這個粒子 可以幫 幫狗子這樣 按摩 你戴一看 它可以調整這個大 其實 什麼樣子的手基本上都戴得下去啦 我手還蠻大的 而且它顏色很好看喔 這邊有一點透明透明的粉 那你們剛剛在洗頭的時候超爽的 它很喜歡人家這樣 你看看 它原本很焦躁喔 我現在這樣輸一輸 它馬上就冷靜下來 這個我是覺得還不錯 剛剛有講到說 那個泡泡戳起來很細很柔的原因 是因為它的成分裡面 含有一個叫做 奈米礦物能量元素的這個東西 那這個奈米礦物能量元素呢 它利用奈米共振的原理 把那個洗毛巾的分子變小 以致更容易清潔你的肌膚 或者是藏在毛孔裡面的一些油垢等等 然後還特別提到 如果你的狗狗 你的毛小孩 它的肌膚跟黑眉很像 它是屬於油性肌膚的話 會建議你在洗澡的時候 利用這個 或是你用你的指腹也可以去按摩它 那一次按摩全身大概五分鐘 那請洗兩次 這樣子弄完會更乾淨 那洗完之後呢 它有一個很大很大的特色 就是可以告別體重 如果你們家狗狗因為油性肌膚 然後也不可能每天洗澡 勤勞的話大概三天洗一次 那久一點的話可能一個禮拜兩個禮拜洗一次 狗狗的味道特別的重 如果說你們家狗狗有在吃鮮食的話 吃完鮮食 因為你只會怎麼樣擦它的毛 不可能會很乾淨這樣 就是你一定要洗 這時候你還是可以去洗臉就好 我們有時候會這樣 就是一個小撇步 這邊再補充一點 那個奈米礦物能量元素呢 它說它帶有大量而且永久的電核 那這個電核呢 會具有強大的吸附力 你洗在身上 它可以把一些病毒啊 細菌 或者你本身有的一些濕疹 黴菌等等的東西 它可以把它吸附下來 就留在泡泡上 你沖水的時候 這些髒東西都會跟著掉下來 而且洗完之後呢 在你的肌膚上面 會形成一個保護膜 它的那個小分子也可以除 狗狗本身的體臭 它說好感十天不間斷 都你的毛 它其實它有一個很大的特色 就是它有一個雙標章的認證 那雙標章是哪兩個標章呢 一個叫做SNQ 那SNQ呢 它是國家品質標章 另外一個叫做EchoCert 它的中文是歐盟有機直萃認證 這兩個雙標章 品質為您把關 那那個EchoCert 大家可能比較少聽過 於是呢 吳泰剛剛有上網稍微查了一下 EchoCert 到底是一個什麼樣子 以及來自於哪一個國家的認證 這邊我把它的網站叫出來 聽清楚囉 它說這個EchoCert的那個標章呢 其實是在2003年 就開始有了一個世界化妝品認證的這個標準 那也是國際上認證最深最廣的單位之一 這個EchoCert 它是源自於法國的這個國家 那它的成分屬性 95%天然的成分 5%以下人工的成分 簡單來說它是一個天然成分非常非常高的認證 而且它每年都會去重新審核有EchoCert認證的這個商品 換句話說假如這個東西不行 明年它可能就沒有辦法得到這個認證 那它已經好多年都連續得到EchoCert的這個認證 而且它沒有做動物實驗 動物實驗是怎樣 就是有的化妝品 他們會希望測試這個商品會不會對人體很刺激 或是對狗狗寵物產刺激的話 他們會去做動物實驗 先實驗看看 他們塗起來 插起來 效果有 有這個標章的話 他們的東西都是沒有幾乎動物實驗 本體上來說就是這一組洗毛巾還不錯 然後它就是歐盟有機認證 然後香味的話 這三種口味的話我都用過都覺得還不錯 我最喜歡的是這個櫻花的 我覺得這個很香 好啦再見給你們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訂閱 按讚 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回見 掰掰 要按尋針 他們會喜歡三色的 這邊洗澡 兵雷 可以嗎 沒有 洗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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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咧 洗澡 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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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